美國總統拜登 一月就職 七月二十號上任滿六個月 民調顯示 拜登的支持率為百分之五十二點四 不滿意是百分之四十二點五 但是在處理疫情方面 拜登支持率高達百分之六十點三 真的那麼好嗎 目前美國有一點八六億的美國人 接種了第一劑的疫苗 相當於總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六 雖然沒有達到七月四號的百分之七十的目標 至少是拜登努力防止疫情擴散 不過拜登面對記者詢問的時候 他痛批臉書放任有關新冠疫情跟疫苗假訊息的擴散 是在殺人 結果被打臉了 臉書的副總裁羅森表示 說臉書在美國的用戶有高達百分之八十五接種過 或者是希望接種疫苗 拜登總統你自己沒有在七月四號 完成百分之七十的美國人接種的疫苗目標 並不是臉書造成的 反批拜登 你不要想要跟中國大陸一樣 都甩鍋給大陸嘛 那現在是要甩鍋給臉書嗎 不只是被臉書嗆 美國前總統川普也發表聲明 指責這個繼任的拜登政府 沒有完成疫苗的接種計畫 同時他也宣稱了 現在美國人民之所以不施打疫苗 就是因為不相信你拜登政府 川普可以說是炮火猛烈的抨擊 拜登一直強調 他在發放疫苗方面做得好好好棒 但是進度根本就是遠遠落後於原本的計畫 而且人們因為不相信拜登政府 所以拒絕接種疫苗 川普同時也提到 美國人民不太相信大選的結果 當然也不會相信假新聞 而拜登在之前宣布的目標 是在七月四號美國國慶之前 要讓百分之七十的美國成年人 至少接種過一劑的疫苗 但是最終還是沒有辦法如期實現 美國防疫是沒有做得多好 卻是總能說自己做得好棒棒 那沒有捐多少疫苗 卻能說幫助世界來對抗疫情 人權更哀批 劣跡斑斑 卻能夠不斷地指控大陸的人權問題 最近呢 你有沒有看過這本書 這本書叫做為聖美國 也就是美國是假聖人 那還有這個標題 為什麼我們必須走出美國的陰影 這本書在德國賣得非常的好 那揭發的是美國的假面 這是德國的知名記者 作家叫做呂德斯 這位先生 他所寫的書中講了哪些美國的假面 他說美國一直以來都被視為是民主 人權的保證 還有燈塔 大家不都是說民主的燈塔就是美國嗎 但是美國所謂堅持的價值觀 是硬幣的兩面 只是硬幣的一面而已 另外一面是什麼 是殘酷的強權政治跟輿論的操控 所以他特別點出來說 從二次世界大戰以來 美國就是犧牲當地人民的權力 權益來作為代價 推翻了好多國家的政府 無情捆綁還有壟斷了西方的話語權 那書中有記載說 那不少美國罔顧的事實 而且去肆意的抹黑大陸的案例 還揭露了美國政府企業跟媒體 是怎麼樣去操控輿論的 發動對中國大陸輿論戰的過程 他甚至講得非常的明白 像是什麼呢 對中國大陸進行了抹黑 也就是宣傳的攻勢 這在什麼時候 川普也就是特朗普政府 在紐約竟然啟用了一家 叫做Odaniel and Associates 的這個公關公司 他們在二零二零年四月的時候 這個機構竟然為共和黨炮製了一份 針對大陸的宣傳手冊 這個手冊有多達六十頁 叫做大新官書 那這成了什麼 共和黨政治人物 手上都有這本書 然後他就是在選舉當中 交戰當中的指南 那呂德斯在書中說 這本書這個指南的核心 不是要為川普辯護 會不會覺得很奇怪 那打選仗不是要幫川普辯護 他說重點是攻擊大陸就好了 那呂德斯說呢 當川普的團隊有意識到 川普在共和黨 可能在美國大選當中會落敗 所以他們聘請了這間公關公司 他們的目的 是不要再讓人們討論川普 以及共和黨 那在處理新冠疫情的時候 失敗的地方 相反的 他們要甩鍋給大陸 像剛剛是拜登甩鍋給Facebook 現在他們之前是甩鍋給大陸 把責任推卸給大陸 因此大陸就被形塑成非常負面的形象 甚至還說什麼新冠病毒起源自大陸 這個實驗室 那轉移公眾對於川普 他們政府的失敗的關注 那呂德斯就有特別說 美國很多媒體 其實是有很長的政治傾向 我們講了非常多 譬如說 親民主黨 就親拜登的是誰 紐約時報 CNN 這就是親民主黨的 那共和黨 比較親的是誰 Fox News 對不對 所以他們的立場是非常鮮明的 那他們也不會為對方來站台等等的 但是他就覺得說好奇怪 這個立場很鮮明的 這種不同的媒體 最近幾年 美國的主流媒體 都是一直把矛頭對準了 中國大陸 那呂德斯就說 大陸作為崛起的大國 自然會成為美國的利益團體的集團 跟政客攻擊的對象 但是他背後有很深層的原因 就是美國呢 你不想承認 國力是在衰退的問題 那他還試圖要透過抹黑 打壓大陸的發展 作者認為呢 美國是一個正在削弱 衰弱的超級大國 而且這是一個基本的事實 但是華盛頓呢 不願意承認自己是一個衰敗的大國 所以他們不想跟俄羅斯 跟大陸來達成貿易的協議 他們只想讓俄羅斯跟中國大陸 處於比較很弱 很虛弱的狀態 沒有辦法反擊這個狀態 那讓大陸跟俄羅斯沒有能力 在經濟上挑戰美國 那呂德斯就直言 西方有一些政治人物跟媒體呢 很少去質疑 他們把世界分為一好一壞的二分法 而且常常是雙重標準的 來衡量自己跟他人 那這種做法呢 在伊拉克的戰爭 他就說有發現過類似的一個狀況 現在更是發揮了淋漓盡致 譬如說美國在伊拉克之外 伊朗 俄羅斯的對抗 也看到了 用到了這樣的一個策略 而德國媒體跟風去炒作 新冠病毒溯源的問題 去抹黑中國大陸 他就說這就是伎倆 美國的伎倆得逞了 這就是美國操弄輿論的結果 他認為正常的批判 當然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不是所謂的妖魔化 所以他出版了這本書 為聖美國 就是假聖人的美國 就是希望告訴德國的讀者 美國並非道德的聖人 你一味的導向美國 並不符合德國 以及歐洲的利益 他還說美國的政策 並不總是符合歐洲人的利益 歐洲人應該採取的是中立的立場 並且跟美國跟大陸 都發展良好的關係 這也是大多數德國企業的立場 他們要瞭解 就是其實家常跟大陸經貿 經濟的聯繫非常重要 不希望都是對大陸進行對抗的 來看到其實愛爾蘭籍的 歐洲議會的議員戴利 他也針對西方常常指控 中國威脅論提出了質疑 他說大陸對歐盟 沒有展現出軍事的敵意 大多數的歐洲人 把大陸視為是盟友 或者是必要的合作夥伴 他是在歐洲議會安全 跟國防委員會的時候 討論到大陸增長 軍事開支的預算的時候 他提出來他的觀點 所以他說西方國家都說 中國軍事威脅論這個話題 其實目前在歐洲議會當中 討論的越來越多 這反映出什麼 歐盟現在也是跟隨著 美國的論調 在被帶節奏 但是同時這些也是布魯塞爾 有一些影響力很大的歐盟軍火商 軍火工業的說客 很想看到的一個場景 但是戴利說 根據斯德哥爾摩研究所的一個數據 大陸2020年的軍費開支是多少 兩千五百二十億的美元 記住這個數字 比西歐國家還低了兩百一十億美元 那你不是說中國大陸很威脅嗎 但是你們花的錢更多 大陸人口是十四億多 西歐國家人口是一點九七億 那意味著你如果算是人均的話 西歐的人均軍費將近一千四百美元 這麼高 中國大陸只有人均的話是一百八十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 美國的人均的軍費是高達兩千三百美元 這麼高 這些事實都有助於大家可以正確了解 大陸的軍事建設 對於歐洲議會五號不是有凍結 有關中歐投資協定的一個討論 戴利說自己是反對的立場 他說不應該凍結的 他說我不相信歐洲議會做出這個決定 是基於歐洲人民的利益 在他看來歐洲議會這一項舉措表明 對立的言辭跟情緒 那針鋒相對的制裁會引發其實不好的一個情勢 而且這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他認為中歐投資協定會繼續推進下去的 因為歐盟各個成員國 而且歐盟委員會都明白 應該要跟大陸做生意 才會符合自己的經濟利益 如果你是一直聽著美國的花言巧語 那麼這個歐盟就會越來越依賴這個美國 但是當美國現在影響力正在削弱了 所以他在言辭當中也是認為說 其實歐洲應該走獨立的態度 才是最符合歐盟的利益 美國當時怎麼樣 就是說自己的做得多好 別人做得多爛 而且他的敵人就極盡之抹黑 抹黑敵人 像是形塑中國大陸的中國威脅論 萬惡古巴的共產黨等等的 但是我們看到 其實古巴在十七號的時候 古巴首都哈瓦那有一場支持政府的集會 那並且有十萬人參與 前總統卡斯楚跟現任總統迪亞士都現身了 迪亞士批評 這個美國經濟禁令導致古巴動盪 古巴的民眾手持黨旗標語等等的 部分民眾還湧到了美國大使館附近的高速公路抗議 古巴總統迪亞士說這個古巴動盪 歸咎於就是美國跟經濟盡力 並且呼籲支持者譴責美國的封鎖 跟侵犯恐怖主義 西方國家都把中俄形塑成監控人們 好危險 侵犯隱私的大壞蛋 但事實真的是如此嗎 諷刺的是英國衛報 還有其他十六家的媒體 針對大規模的數據洩漏進行聯合調查 發現了事件各地的記者 律師跟人權倡議者 恐怕都已經遭到以色列網路情報公司 NSO所開發的間諜軟體給監控了 NSO所開發的飛馬遭到了廣泛監用 濫用 專門是用來入侵手機的 不管你是IOS或是Android系統 都無法幸免 手機一旦被植入了飛馬 幕後操作者就能夠監控你的訊息 照片 電子郵件 甚至還能夠記錄通話 還有可以開啟麥克風來進行監聽 這一集的竊密事件已經有超過五萬個電話號碼 其中有數百位的企業高層 宗教人士 學者 政府官員等等的 還包括了金融時報 紐約時報 美聯社 路透社 CNN 一百多位的記者 另外NSO開發的軟體在最近幾年 也已經發展到不需要點擊 只要向目標發送簡訊 你就可能被感染系統了 相當難以防範 親口好友 一起分享 請大家一起支持週天新聞臉書 按讚 追蹤 一起支持守護中天新聞監督的力量 大陸國務院兼外交部長王毅 結束12號的16號 到哪個地方呢 到土庫曼 塔吉克 還有烏茲別克斯坦 等三個中亞的國家進行訪問 這些國家其實都離怎麼樣 離阿富汗非常的近 你看這三個國家都非常的近 其實他有提出非常多重點 比如說明年大陸跟中亞 是建交三十週年 所以希望中國大陸跟中亞五國的外長會晤的機制 能夠進行 那全方面推動的是疫苗夥伴的關係 跟烏茲別克還要談所謂的疫苗聯合生產 反對針對病毒溯源政治化的問題 另外他們也提到很大一塊都是阿富汗的局勢 因為這三個國家 跟阿富汗都是緊鄰在一起 所以就針對於說國際社會 對於阿富汗局勢很擔憂 希望趕快停火 避內戰 那也批評美國始作勇者 你不能因為陰徹生亂 然後還有陰徹生戰 所以他也主張說有阿人來所有 而且有阿人來阻擋 中國大陸想要穩住這個中亞的局勢 那美國呢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張 也就是包括阿富汗局勢蠻惡化的 一月以來你知道嗎 已經有二十七萬人流離失所 我們來看到根據當地的阿富汗的內政部的消息 像是有幾個地方也是爆發了一些恐怖的攻擊 比如說是薩曼甘神 其實就發現他的首府叫做艾巴克市 這個地方就發生了兩起的爆炸的襲擊 竟然有一名的平民死亡 九個人受傷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 美國撤出阿富汗之後 其實當地局勢非常的混亂 這另外一個省叫做昆渡市 他這個地方也發生了爆炸 也是有平民傷亡 你看他們兩個地方 其實距離都還蠻近的 你看那麼多的一個爆炸事件 聯合國其實也有個最新統計 聯合國的難民署說 從一月以來已經有二十七萬的阿人流離失所 難民已經有三百五十萬人 所以非常的嚴重 這也是人道危機 美國你要不要關注一下 那我們來看到 這個當地的這個難民負責人 叫做拉比普 他就特別說 他有發現 有一點二萬的家庭是流離失所的 他已經安置了兩千兩百個家庭 其中還有四百多個家庭是獲得援助的 那其實也可以看到 另外因為我們剛剛有說 為什麼要穩住中亞 因為阿富汗的附近 南部就是巴基斯坦 那巴基斯坦跟阿富汗是緊連在一起的 所以一旦有危險的話 阿富汗這些人這麼多難民 你看這些難民他們就逃 逃到哪裡呢 逃到了巴基斯坦 所以可以看到巴基斯坦說 十七號重新開放過境的這些人 你看那麼多人都想要趕快逃過去 所以就可以看到說 那個當地的人們 叫做拉赫曼 就他說他經過的時候 就發現有很多塔利班在盤問這些人們 所以當地其實造成很大很大的一個動盪 人心是很浮動的 這也是為什麼中國大陸 要想要出面來幫幫他們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張 也就是關於說真的嗎 阿富汗政府難道真的跟塔利班要富談嗎 真的有和平曙光嗎 這是可以看到很多國家的部隊 北約拉或者是美國的部隊 陸陸續續撤離了 但是法新社有說阿富汗政府 跟塔利班的代表在杜哈來進行磋商 那真的是如此嗎 之前都沒有什麼進展 現在真的有進展了嗎 因為塔利班攻城掠地 讓這個談判一度是失去動力 但怎麼會說現在有好像和平的曙光呢 因為開完會之後 他們就有一個聯合聲明說 加快談判的進程 趕快結束阿富汗的衝突吧 而且重點是現在新冠肺炎很嚴重 保證醫護人員的安全 防害傷害平民 半導電視台就說 這個阿政府跟塔利班 有成立十四個人的委員會 包括做出停火 釋放戰斧 還說和談是唯一的方法 阿政府就說 好啦 那我們先你要先停火才是 但是塔利班就說 我們要奉行的伊斯蘭的交易 所以其實還有一點點地方是 沒有辦法有一些共識的 但是我們就發現說 如果說他們其實也有一些壓力 有人是外部壓力 也有也被講說塔利班 你真的是想要和平嗎 也是有一些陰謀論在裡面 比如說阿富汗政府 他有什麼樣壓力 是軍事壓力 像是美國跟北約 會不會繼續給他一些武器呢 如果沒有給的話 他恐怕也沒有辦法壓得住這個塔利班 塔利班也被說 難道你是策略性的和談嗎 你是邊談邊打嗎 還是邊打邊談呢 就是這個和平 大家也是有一點存疑的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張 有被講說是說 美國攪亂的阿富汗密謀 要伴助中國大陸的發展嗎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阿富汗跟新疆是非常非常近的 有個瓦罕走廊是緊鄰在一起的 大家還記得嗎 給大家一點印象 美國的前國務卿鮑威爾 他自己之前都說過說呢 他的幕僚長是誰 威爾克森 他就踢爆 他二零一八年的時候說 美國當年為什麼要出兵阿富汗呢 因為這邊有兩千萬的維族人 這邊寫說是兩千萬的維族人 他破壞的是 我們只要讓這個維族人 進行了策反 就可以破壞中國大陸穩定 製造動盪 內部也可以刺激北京 再說一次 阿富汗跟新疆是非常近的 所以只要新疆有內部的反動的話 其實對中國大陸也是會有一些動盪的 所以我們就發現說呢 其實阿富汗 美國撤軍完之後 周遭的國家都是蠻危險的 而且動盪不斷 我們就發現說呢 最近在巴基斯坦 跟中國大陸是非常友好的巴鐵兄弟 但是呢 既然發生了怎麼樣 恐怖攻擊 有九名的工程師喪命 還有二十八位的中國大陸公民受傷 你看非常的慘 另外黎明豹就說這起事件就是恐怖攻擊 而且是自殺炸彈客所為的 所以就被講說 美國亂阿富汗 讓周遭的這些 你看巴基斯坦也開始亂了 所以是不是也是要牽住中國大陸的發展 因為中國大陸在巴基斯坦這邊有一帶一路的 所以是要伴助中國大陸嗎 這有沒有深層的這個陰謀論呢 我們來看下一張 也就是說到底是誰主使的 巴鐵竟然有恐攻害死的九名大陸的工程師 所以其實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就說 趕快要找出這個兇手 而且是恐襲的兇手 那個巴基斯坦總理也說 這是恐怖主義的襲擊事件 那這個我們就說 中巴經濟走廊是非常重要 事發地點在這個地方叫蘇打水壩 所以在這邊爆發這個爭議的話 是不是要害你這個中巴經濟走廊蓋不下去呢 到底是誰做的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張 有時候大家說到底是誰呢 第一個呢 是不是有可能是巴基斯坦的塔利班 這不是一般的塔利班 是巴基斯坦也有塔利班 那有沒有可能是他們呢 因為他們很常就是襲擊巴政府 跟軍隊跟平民 綁架殺害很多人 譬如說針對於中國大陸的遊客跟商人 其實也有被他綁架過 那另外他們也覺得說 有沒有可能是因為這個巴塔 巴基斯坦的塔利班來做的 另外第二個原因有沒有可能是 美國CIA的問題 因為美國在各地都有暗殺顏色革命 譬如說伊朗的少將蘇萊曼尼 其實當時也是因為美國的導彈而射的 另外還有沒有可能呢 是有關於是印度這個地方 因為印度跟巴基斯坦其實還蠻近的 是不是有可能掌握了八國的境內武裝 來破壞中巴的關係呢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 到底是誰 大家都在議論紛紛 我們再看一下下一張 也就是說巴鐵爆炸案之後 中巴進行調查最後的階段 大家都關心說 到底為什麼會有這個七月十四號的爆炸案 是不是為了中巴經濟走廊聯合委員會的會議 在十六號想要把它推遲呢 十四號爆炸 十六號就因此推遲了 所以大家就關心說這個巴基斯坦的這個動盪問題 到底是不是背後有哪些陰謀呢 美國到底有沒有角色在裡面 尤其你撤出了阿富汗之後 導致呢周遭的塔吉克或者是巴基斯坦都非常動盪 所以我們來看看說有關於美國背後的角色是什麼 塔利班組織公布一段最新戰情影片 在阿富汗巴基斯坦邊境城市為許 升起了黑白兩色新月旗 並將阿富汗國旗換下 緊鄰的就是巴基斯坦邊境城市查曼 這裡是巴基斯坦阿富汗第二大關卡 戰略地位至關重要 塔利班佔領了交通要衝 勢必對阿富汗政府造成影響 尤其塔利班正勢如破竹攻城掠地 但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是這樣說的 部分分析師指出阿富汗位居中亞戰略要衝 美國一旦抽身將使當地陷入安全真空狀態 中國大陸在必須維護中巴經濟走廊的同時 會分散注意力在美中角力戰當下 比消我掌 昨天我們的幫忙人員還是非常的齊心 給我們很大的幫助 大陸企業成建達蘇水電站出勤班車 7月14號在副施工現場途中遇襲 造成中方人員9死28傷 大陸目前派遣聯合工作小組 調查這一起恐攻事件 但環球時報也揚言 誰向中國人下毒手都是自取滅亡 放話雖遠必誅 不過同一時間阿富汗的和平談判 也在多哈舉辦 在兩天會議結束後 塔利班與阿富汗政府同意繼續協商 包括停火以及釋放嫌犯 儘管美國撤離 但是中俄攜手斡旋 中亞地區的和平曙光 似乎已在眼前 記者綜合報導